金光瑶 聂明爵一声抱贺 挥刀劈向仓皇失措打滚躲刀的金光瑶 后者借着地形之变迅速地往后退 聂明爵给了金光瑶一刀 伤在胸腹 正想继续时就有人上来缠住聂明爵 方便金光瑶躲开 蓝西沉前来相助 侧面又杀出一人来拦路 因为有人不停阻挠 仍是晚了一步 让金光瑶暂时逃离了 金光瑶同党已经死得七七八八 余下之人见大势已去 纷纷弃剑投降 由金家人接手 姜燕离和金灵亦被护送回金夫人的住处 魏无羡注视着地面上的血迹 一路向前延伸 道金光瑶受了这么重的伤 应该还没走远 我们追 众人接据同意 金子轩强称不适 坚持要跟过去 不过 在顺着血迹越走越偏 最后再来到一间庄严古朴的大殿前时 金子轩震惊至极 金光瑶怎么会来到这里 灭明觉问 这是什么地方 金子轩道 这 这是我兰陵金氏的祠堂和家庙 四周静悄悄的 守卫大概是让抽调走了 大门开了一条缝 斑斑点点的血迹从外面流淌到里面 既然是金家祠堂 就由金子轩打头 聂明觉等人跟在后方 其他门生守在外面 进去后 四个角落都点有联明灯 光线明亮 足以让他们看清 金光瑶满身鲜血 伤痕累累 脸上笑容一如往昔 他右手高高举起一个流金竹台 竹台的火花跳的老高 响起轻微的琵琶声 在他后面 是蓝灵金氏笛之列代先祖的牌位 供桌前摆放整齐的高饼瓜果 两边是高高挂起的账卖 浓郁醇厚的檀香 悠悠地飘散在大厅中 显得格外的肃穆 金子轩怒道 金光瑶 你谋逆弑 残害族人 还死不悔改 加害其他世家家主 罪无可恕 你这个罪人 居然还敢擅闯祠堂 金光瑶道 难道我不来祠堂 你们就能放过我吗 金子轩坚定道 不可能 金光瑶呵呵一笑 不再看金子轩 而是看向聂明爵和蓝西辰 道 如今事情败露 今日受邀前来金灵台的家主 对我一定是恨之入骨 大哥 二哥 你们真的忍心让我出面自首 跪下来向他们道歉 任由玄门百家 把我踩在脚底下吗 聂明爵道 自作自受 金光瑶悠悠叹道 我不甘心 但是 我更不会接受百家公审 让你们再一次地把我踩在脚下 蓝西辰叹了一口气 却又不知能说什么 末了只能道 早知今日 何必当处 金子轩道 你已经无路可逃 还是自首吧 面对一切指责 金光瑶脸上的笑容 仍无半分变动 魏无羡觉得金光瑶的神情不太对劲 忽然一缕意味传到鼻尖 他下意识就嗅了几下 一阵风吹过 桌帘掀起一脚 露出了下面的东西 魏无羡立即神色大变 高声喊道 他在这里埋了火药 大家快走 可惜已经晚了 金光瑶将手中的竹台往后一刨 火花爬上现饮 发出欢快的呲呲声 朝藏在供桌下的火药爬去 眼见就要爆炸 不及多顾 众人纷纷往殿外跑去 蓝西沉顺手 拎起金子轩往后退 刚刚退到安全位置 所有人都听到轰隆一记巨响 炸出漫天的黑烟和瓦砾 腾空的火花照红半边夜空 就此蓝陵金氏的祠堂和家庙 让金光瑶给炸毁了 等到他们退到足够安全的地方时 这才发现彼此灰头土脸的 幸好魏无羡及时提醒 到没有人丢掉性命 仅有几个门声受了点青伤 但是随之而来轰隆隆的声响 立即就令他们变了脸色 清冷的月光下 巨大的石块夹杂泥土碎石 正朝下方的金林台俯冲过来 原来金林台仙斧建在群山之间 而金光瑶埋下的火药 不仅把蓝陵金氏的家庙和祠堂 给炸成一堆破砖碎瓦 甚至还波及周围山体 掉下了不少石块泥土 巨石滚落速度极快 即使有树木阻拦 却也凭借这一股强大的冲力 压垮了这一片不少的屋子 幸好火药力量有限 山石滚落没多久就停止了 只是事发突然 不少门声躲避不及 有些人被石块砸中 当场送命 有些人让泥土埋住 紧留一只手 裸露在外挣扎 哀嚎声和惨叫声交织在一起 可谓伤亡惨重 聂明觉当机立断道 先救人 蓝西辰自然答应 又看向满脸震惊 如遭雷劈的金子轩 道 金公子 这里重伤者不少 需要大夫救治 祠堂被炸 家庙被毁 这一幕对金子轩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脑中一片空白 只有一个意识 祠堂和家庙都没有了 金家以后该怎么办 末地听到蓝西辰的主语 这才勉强回过神 他压住心中愤懵和焦虑 点点头 吩咐一名高级门生立即去叫大夫 然后又让其他门生赶紧去救人 而蓝忘机早就照出避陈 劈开泥土 救出没入旗下之人 魏无羡见受伤者颇多 如今人手不足 救助中容易顾此失彼 于是略略思索 便想出了一个取巧的方法 他取下乾坤袋 放出数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指人 有男有女 五官描绘得栩栩如生 这些指人只要运作得当 亦能做些简单的搬动工作 只需用朱砂给他们点上眼睛开灵即可 用来救人完全足够了 魏无羡守之狼嚎 给他们分别点上两只眼珠子 咒术都不用诗 只是道 帮忙救人 指人们的眼珠子灵活地转了转 仿佛一瞬间就活了过来 他们微微一顿 接着听从指令散开 纵身而起 跑到坍塌横梁下方 开始挖泥班时 冻在伤员 小星辰一掌 拍开树木断枝 扶起一名断腿的金氏门声 往旁边走去 见到那几个指人 正在有模有样地救人 愈发觉得 这些小法术很有趣 心想日后有空 可以向魏无羡请教下 指人们干活干得热火朝天的 很快就就出了数名伤员 魏无羡见此处人手已经充足 便转身奔向另一处救 途中 他眼角于光不经意地掠过一角屋檐 便抬手拍出数张破魔符 击碎了屋顶摇摇欲坠的一块山石 那处下方 恰巧有两名金氏 在相互包扎伤口 要是山石落下来 非得砸死他们不可 陷下魏无羡击碎山石 他们性命自然无忧 不过却让飞散的灰尘碎石 给呛得半死 就在大伙忙着四处救人之时 一大群修士们 哗啦啦地突然涌出来 领头的是一名 身穿轻衣兽纹的男子 见到他们 盲高声呼喊 找到宗主了 魏无羡手中动作一停 回身看去 哟 这一大群修士中 服侍各异 粗粗数去 少说也有七八种 最神奇的是 聂怀桑居然也在其中 聂明觉看他们 不由大惊 你们怎会在此 领队者是聂明觉心腹 他回道 二公子找到属下说 金灵台今晚可能会发生变故 我等担心宗主安危 便召集人手 前来金家援助宗主 聂怀桑小心地探出头来 那个 反叛的金氏逆挡 已经让金夫人控制住了 我们听到这里 有爆炸者 担心大哥你们会出意外 这才寻过来的 此刻情势忙乱 没办法问得更细 聂明觉道 既然你们来了 先行救人 再说其他 是 修士们齐声应导 纷纷过去帮忙 众人齐心合力忙碌一夜 待到第二天上午 情况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死者尸体统一搬到一个大院子里 伤者也得到妥善的安顿 先来这种小鱢 多五个鱢 就回来了 三十五个鱢 前鱢 又一只 比特朗 四个鱢